文昌帝君 音志文 广义结录 作为大大比丘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第八十四页 独成圣局 下面这两个方案 也是对修善修服这个文句的真事佐证 独成圣局就是独自一人成就殊胜的善局 这是指明朝湖州有一位徐汝辉 家里大富 而又乐圣浩世 就喜欢布施 当时杭州重建戒坛 就是出家众受比丘比丘仪 这样的一个戒坛 那么建这个呢 需要的费用很大 当时地方官员布正石和安家石 这两师的官员 就号召有钱的人来劝勿 来做这个功德事 当时徐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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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之后 就愿意一个人独立 来建这个戒坛 那这个就是做大善举了 当时徐汝辉 当时县长杨继忠 就问你为什么一个人 发这么大的心 自己做这么大的布施呢 徐汝辉就回答 说如果有人家里很富 但他的子女并没有什么出息的话 不消之子 所以虽然家里有大的财富的积蓄 也必定会属于他人 何如做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善事 为后代及应得 让后世的子孙 渐渐地享用这样的财富 而况这个钱财 是招致冤孽的冤属 你看六亲眷属之间反目为处 很多都是由于金钱引起的 财为冤属 那么我的儿子 如果没有这个多余的财富 他就没有这些冤家对头 这样未尝不是对子女的 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看这个徐汝辉 还真的是能够看破这些情况 真正给子女的 你给她留财 她不一定能守得住 给她留经 她留经书 她不一定能读 给后人留得及得的话 她就能对子孙后代有作用 所以徐汝辉就把家里 一千顶的白金全都捐献出来了 这个不正词 这个就是两师 两师就是翻台和涅台 都共同赞叹她的聪明 涅达 能够看破财富的这样的虚幻之下 能够使财富在真正的浮艇当中施舍 所以这个官员呢 特别在后旁 舍到一个酒席 也邀请这些官员同僚 一起深夜接待 来招待这个徐汝辉 走的时候还用这种七彩的杖 来作为馈颂的礼品 这个待遇非常隆重 那么听闻到这样的事情的人呢 大家都很炫慕徐汝的善行 和他得到官服的隆重的礼遇的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暗语里面讲 这种事情它是暗和佛法的 《大宝集经》里面说 一个为什么要布施 尤其是财布施 如果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不舍这个财富 财富将会舍我 离我而去啊 财富就像水啊 你不可能总停留在你这个地方 那这个水往什么地方去 这是决定你的智慧的 所以财不可能永久拥有的 世间人也说 富不过三代的 那么现在我用正当的途径 能使这个财 就能使这个财富做坚固之财 坚固之财就是永远的归自己享用 就像《大众多众》里面所抵御的 当这个房子燃上火的 遭受火灾的时候 你赶紧把屋子里面的贵重的东西搬出来 抢救出来 那么这个房子虽然烧掉了 你抢救出来的这个贵重的财宝 还能重新盖房子 那一个人趁他有钱的时候 去布施财富 就好像从火中抢救贵重的财物出来一样 无常的火使我们这个身体烧毁了 那么等转一辈子 我们原来的布施的财 就在下一辈子得到享用 你又可以重新盖好房子来做 就这个道理 所以能够舍五家共有的财富的人 才能够做自己真正享用的坚固之财 所以徐辱辉就布施一千钉白金 这个戒坛就已经做到监护之财了 好 请来下面一个公案 乐师不倦 这个故事是一个浙江人 当面向安市居宿所面树的 说明朝末年的时候 浙江有一个信使的善人 也是好善好妖不失 尤其喜欢摘身 就是对出家修道人提供供养 当时他本地有一个寺院 有一位作家人叫大臣 大臣他常常是到民间来募集一些饭食 来供养本寺院的大众生 每次他募这个饭食 经过史家的家门口的时候 这个石某啊 就如果见到这个大臣比丘的饭上 就必定要以自己家里的饭 来使他更为充足 那么这样的一个布施 经过几年啊 都没有因厌烦之心 辞至遗憾地做 好 他有一天 这个史夫人啊 就临产 临产的时候 就见到这个大臣比丘 就进入这个产房里面 大家看他都很吃惊啊 这个就赶紧搜索他 不要让他进去 但一看没人了 没人影了 很快这个产妇就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 这个石某呢 就赶紧派人 就到寺院去看 这个 这个 打听大臣比丘怎么回事 这样一了解 这个大臣比丘呢 就在当日就去世了 实际上去世当下 他就为什么来到他家里 就是为他家抓儿子来了 所以这种事情 他就不需要另外起名了 就现成有个名字 就叫大臣 这个大臣呢 这个 这个 在胎里面 就是吃素的 乳胎斋 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非常聪明智慧 长大了 这种文才 声誉 越来越辛辱 到了顺治年间 清朝的顺治年间 就考取了状元 说明他乐视不倦了 得到了好棒 得到了一个柜子 而且这个柜子 是修起不过来的 那么一个人行善 如果不信佛 不求出世间法的话 那么他在世间所修的福报 对于了解真相的人来说 就称为第三世之愿 怎么叫第三世之愿呢 就是第一是他行善修福 就必然感到第二是想大负 大贵的福报 在他富贵当中 十有八九的人 就会迷惑跌倒 就会造孽 这造孽到了第三世 就一定要下三毛道 下三毛道 所以我们说 对禁度行的人来说 如果今生不能成就往生 其往几个世界的话 那他第三世就会下三毛道 所以这个愿里一定要接 那么这个使君呢 他今生得到大富 而且好胜乐施 从这个果能来推 尤其喜欢摘生 说明他原来修行过佛法 修行佛法有一定的福德和智慧 所以他在龙华后柜当中 还能够不为自己的这样的良知 还能够行善积德 能够在龙华后柜不迷失的 十人当中站到一二 迷惑颠倒的 常常站到八九 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 好 请看下面文句 正直代天行后 就是要以正直之心 代天 代立天道来行教化 那么这个天呢 我们看一听到这个天 常常有种种不同的理解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天不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 不是指一种 一种理和气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人格化的 一个天神 天人 那么正就是无邪念 要有这种正 正大之心 直就是没有弯曲 直心是倒着 那么正直心也就是真诚心 所以中庸讲 诚者天之道 诚是天之道 诚是天之道 这个正直心就能跟天道 跟天心相干格 如果我们的心是邪躯的 就跟天道格格不入了 就不能体认天心了 不能体认天心 你就也不能带天心化了 所以天之所以成为天 就在于他有正之心 他有成名之心 由这个成名之心 他就修十善业 就能升到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就能享受种种的光明 神通 自在 五欲的妙得 那么我们在人间 作为匹夫匹夫 如果也能够有正直心 这就顺应做天道之教化 我们在人心 能够感格天心 就是能正极正人 不必非要聚官位 在民众之上发号实力 我们说这个爵位有两种 一种是天爵 一种是人爵 这是孟子 天爵就是能够有天道之心 大人大爱之心 他自然就会受到大众的尊重 就像孔子这样 他一生当官的时间很少 居位灵民的时间很少 一生都在推行他的人正的鲁家叙述 甚至累累落上家之权 周游列国不受重用 但是从当时代以及后人 都认为他是万事失表 成为素王 道德人格非常崇高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具有这个天权 但是在世间真正要带天形化 还是要有权位 你有权位才能够有所作为 有这个权位才有这个势力 有势力你才能产生作用 这个权势就是讲人权 就是或者被朝廷所任命 或者在民主的政治被人所推选 到一个位置上 超其权衡之正 才能够在操作层面带天形化 带天形化实际上就是参战天地之话语 我们人跟天和地称为三才 为什么才 才就是得能的意思 天有天的得能 天是纯刚的生命性能 是万物之身的一种 事能 所以周易对这个前华 前表天天形见君子自强不行 所以天有天的得能 地有地的得能 它的宽广是厚德载物 以大平等的心量 来养育一切 大地上的生命和树木花卉 所以天地对人的恩德巨大 但它从来不炫耀 默默无闻 那么人在天地之间 叫顶天的地 它有什么得能呢 那么人 它是一个传在智慧文明的载体 它能够既往是开来学 为天地理心 理这个良知 理这个灵魂 传承文化 所以如果天地没有人的参与 它就大有缺陷 所以就把天地人做为三才 那人要堪为这样的三才之一 它重要的是要在行上 行事就要有它的操行 要有它的力量 要能够把一种道徒 一种德恨通过自己的行持 把它发扬光大 治国品天下 所以这个行就由谋划的意思 就由经营操作的意思 就由这种智慧因地之仪 因时之仪的作用 这个行要把这个人之体和意之用表达出来 我们讲一个人要仁义 要做到仁义可不同意的 这是行的重要的对方 人就是一个同体的这种大人之心 这个义就是从人生化出来 根据不同的时空点 来全巧的方便 所以义者义者义也 就是因时之仪 因地之仪的作用功能 所以行包括体和用 所以玩味下面 这个慈祥为国为民之句 那么就能理解 代听行话 在这里主要就对官员而言的 你有权位才能够 在实践操作层面 代听行话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能做官 他不是很容易的 一个是主上有因德 另外自己有德 才能够做得上官 做上官他一定要上提天心 下话百姓 所以他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宽广之心 才能把这个官做好 做稳 那么在这个世间 讲一个人的比性很聪明 心地很正直 那么他必然就会倾向于善业 他的死后也必然会成为神明这一道 这个善道 这是一定的因果道 在世俗的眼光而言 聪明正直死后为神明 好像是超生的 但对于三世因果 以及初世间法的明眼来观照 这还是堕落 因为世俗人只是看到第二世的好处 他不能见到第三世的结果 因为你死后成为神明 或者东约大地啊 或者城隍啊 土地神啊这些 你成为神明必然会想血食 大家祭祀都要宰杀动物 他一想这个血食呢 就会堕到出生地狱里面 这是很快的事情 所以一个人在以政治聪明 这样的秉执 待天形化 做善事的时候 一定要看破 死后做神明的风险 避免这样的结局 那么怎么避免呢 就是要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把它作为为此为大的事情 把它作为虚以避意识 颠沛避意识的这样的一个道业 以自己一生的善业 给它驳正一个正确的方向 别说成为神明 你就到欲界天摄界天 最终也是堕落 你天福享尽 天福享尽必然还要顿转 佛言所见天人五衰向现前的时候 他下一辈子得人身如爪上土 是人身下三方道如大地土啊 那也是堕落啊 所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三善道的人都是自为重要的 所以要实时发这种往生净土的红世大愿 以兼顾自己的善业之机 这样就可以免于施足三摩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一时足久成万劫恨 那么每天都希望人行五戒十善的 是天的胸怀 每天唯恐人造十恶的也是天 所以上面的四天王天 刀对天 对我们很近的天 他为什么要在六战日 要观察人间的善恶啊 因为我们为善为恶 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为善的人多 天上的众生就多起来 造恶的人多 天人就会减少 乃至于天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 能否胜利都取决于人间的善人多 还是恶人多 恶人多就能加持阿修罗大军的力量大 善人多就能加持刀地铁的大军的力量大 打胜仗 所以天是很关注人间的善恶的 那么我们这世间 于是人只看到苍苍者天 天苍苍啊 就以为这个天什么都没有 就是清清之气 我们一晚看到板天的繁星的时候 要知道那里面真的是有人格化的主宰 不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心体啊 我们仰望天空啊 现代人可能仰望天空都越来越少了 每天躲在屋子里面看电视啊 整个天空的广袤可能离得越来越远 实际上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 各种星系 种种的这种横河沙般的这样的心体 它有着智慧的生命 所以四天王天刀地天就在六灾日考察人间的善恶 这考察人间的善恶确实是他们的太子来啊 大将来啊 不仅仅是一个气的问题啊 它是人格化的 在佛经里面 四天王天的天人身高多少、穿什么衣服、生活方式怎么样 寿命怎么样 都描写得非常的清楚 四天王天道地天乃至于色界天 都都是人格化的 不能够仅仅认为是只需乌有的事情 下面就真是一个 就是简教善恶 这是出在历史阿弥坛论里面 就是天来检查、来教证人间善恶 第四天王 第四天王就是刀地天王 可能我们中国人俗称是欲王大帝 所以就是刀地天王 它有一个善法堂 善法堂讲实 这个天王嘛 第四天王都会讲实善善法 那么逐天都会围绕恭敬来听天王 这个讲法 这个都善法堂之后 这个第十天王就生师之座 左右都割有十六位天王 它三十三天嘛 它也叫三十三天 它在四面都割有八天 它在中间一天就三十三 那么十六天王 那么其余的天王之下 还有他的部教 就依着赐地而做 尊卑赐地而做 那么刀地天王有两位太子 一个叫三坛 一个叫修皮罗 一个叫修皮罗 是刀地天的两大将军 就是率领 就是这个军队 那么旁边就是三十二天王 坐在左右 这是我们欲见的第二重天 下一重天就是四大天王 我们控制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就依着四门 东南西摆四门而做 那么在美 这时候这个四大天王 就把他考察人间 世间人的善恶的情况 就起重刀地天王 这都是嫉妒在案的 如果世间人能够在人间 受持五戒 八观哉戒 这就是持戒的功德 以及能够在家里 恭敬父母 恭敬沙门 恭敬师长 布施修福 如果介绍这些行善事的人多 那么道地天王就很高兴 为什么高兴呢 将来升天的人将会多起来 因为他行了这些后辈子 当然这里面有讲净土法 如果以这样持戒修福的功德 念佛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当然也不会到天台 但一般通都教法 特别相信净土法人少 所以行善的自然的因果律 升天 那么阿修罗就会少 否则不持戒造恶的人多 那么这个道地天王听到就会忧愁不乐 忧愁不得什么 身边的人少 阿修罗多 山河道的多 所以天堂力量就会减弱 他就会忧愁不得 所以就在每天的六 每月的六灾日 十灾日 派遣飞天神将 巡游世间 广泛的观察善乐 同时还有一点 他既能这么关心世间的 人间的这种善乐 如果这个人间真的暴君 在那里非常暴虐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干预 怎么干预呢 就是天前 天前这个暴君 然后他派天人下来 来取而代之 所以你看原来皇帝都叫天子 为什么叫天上下来的子 来作之君 作之师 所以我们人道里面 确实有很多从天道 带着他的使命过来的 像历史上的汉高 唐太宗 这些开国的这样的一个 这些人都不是简单的 那么这里有个暗影 世间人说欲王大帝有时会降临 降临就是民间有很多伏击的 伏击的还有欲王大帝降临 做的什么什么指示 这是荒谬 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在天上的人看我们下界的人间 是非常的肮脏污秽臭气熏天 离地面几百游巡之外 就是臭的难以让天人难以接近 所以这样的环境 就好像我们一个很富贵的人 要到乡村的那个厕所去 毛坑都下不了脚 他怎么愿意去呢 很远就捂着鼻子 所以到这来的人 还真的派下面的 特别有福德的鬼神过来 欲王大帝不会轻易的下来 但是这些有福德的鬼神 他们也都正直嘛 也都是考察得很清楚 记录上在档案 汇报也是汇报得很精确 所以欲王大帝对善的奖赏 对恶的惩罚也是没有丝毫的错误 但这有一点 一般来说像这些欲王大帝 这些人不会轻易的 但如果佛视线 佛在这个世间八向成道 他就会了 你看佛都来了天中天了 佛是清净极点的都来了 佛是由大悲怨离过来的 所以这些欲王大帝 包括大凡天王 社界天的大凡天王也不得不来 所以你看我们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 为什么有天中八部 这里就包括道地天王四大天王 包括夜魔天王大凡天王 如果佛没有意识的话 一般欲王大帝不会来人间 太肮脏了 太污秽了 至于欲界的上面 就是四天王天和道地天 所以依须弥山而住的 那这个道地天以上都是依须空而住的 像夜魔天陡帅天以上 这些天就更为尊贵了 他一般就不理睬世间的俗物 你世间人善啊恶啊跟他无关 能够关注世间的善和俗物的 还就是四天王天和道地天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人间真的像毛坑一样 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 三界都倒入 这个人间就是毛坑 我们离这个毛坑一定要赶紧的处理 我们每个人都是制造粪便 制造臭气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每天早上你想想 你不刷牙一口的臭气 那说明我们身体太误会了 再干净的食物吃下去就变成大小便 你能去闻吗 所以天人都没有大小便 所以他很干净了 一到这里他真的是不愿意接近了 所以他也是这些有福的鬼神 包括四天王的大将也是没有办法 欲望大帝非要他来 他过来考察一下 要么他早就跑了 所以我们也赶紧要跑 跑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那去再披上盔甲再回来 要么就是重 啊? 那啊那啊 谢谢大家